老公出轨离婚 全职太太的我净身出户 也要争取儿子的抚养权 呕心沥血把他送上大学 他却一拍屁股回前夫那邀功 让我尸体发臭都没回头 重火一事 我回到离婚那天 儿子刷碗朝我咆哮 你要理理你的 别带上我 穷鬼 我认真审视了他许久 忽然淡淡一笑 好 不带你 高考后 儿子被一所重点大学录取 马上撒欢跑到前夫家报喜 我却重病在床 无人照料 临终前我打电话跟他说 我要死了 你死关我屁事 害我给你过了三年苦日子 你就该死 居委会到发丧那天 才联系到我儿子 周骏 还想读大学吗 再不来我把你的情况 反映到你学校去 儿子这才不情不愿的来 拿走我的骨灰盒 邻居大姐气不过 指着他骂 你妈三年来没日没夜摆摊 给你赔读 你就是个白眼狼 儿子一脸不服气的辩驳 我爸是做大生意的 后妈是女高管 还有我乃可疼我了 我要他来管 他累死都是自找的 我的灵魂气得在空中扭曲 大声朝他吼道 一个混账 眼盲心下 他们要是真爱你 会算计我拿走你的抚养权 儿子却质弱网闻 抱着骨灰盒不耐烦的走开 其实我就算活着 他也从来不把我的话当回事 我眼睁睁看着他出了小区 左右张望一圈 就把骨灰盒扔进垃圾桶里 末了还拍拍手 像是扔掉一件晦气的脏东西一样 哈哈 现在可算没人管我了 兄弟们 上线开黑 他迫不及待地拿出手机 打开王者荣耀 这一刻我哀莫大于心思 眼泪都流不出来了 我不知道我还在期待什么 一直看着他开了一把又一把 直到天黑 直到他眉头皱了起来 脸色惨白 我以为他终于意识到 他真的没有妈妈了 他却拍了拍肚子 不满得嘟囔 奶奶怎么还不给我打电话 可饿死我了 我彻底心思 母爱从我身上散去 我慢慢冷静下来 其实我早就知道 儿子对我不满意久 高二那年 他吵着要买王者里的一款皮肤 四百多块 我没同意 他突然发疯 对我又推又打 都是你 我要是跟爸爸 皮肤他随便我买 你没钱逞什么呢 我被他推得撞在桌角 流了血 他却头也不回地跑掉 我捂着伤口找了他一整夜 第二天 他却穿着新衣服 新鞋子 向我得意的炫耀 前夫给他买了十个皮肤 再早一点 中考后 他没达到重点高中分数线 我建议他复读一年 我陪他 我才不去复读 丢不起这个人 他又去找前夫 前夫满口答应的爽快 转头送他去了一个口碑不好的高中 儿子志得意满 回来朝我炫耀 说只有他爸能给他解决问题 可是 他也不想想 没有我后来高中三年 呕心立血盯着他的学习 就他的垃圾学校和薄弱的基础 连大专线都摸不到边 怎么可能考上重本呢 可我的付出 永远比不上前夫一家的小恩小惠 儿子始终觉得 是我阻碍了他 过上幸福有钱的生活 我为自己不知不甘 不知自己的付出 被人气如地喜 不甘自己短暂的一生 因为个不孝子厌弃 我以为 我会带着怨念去投胎 不料 耳边突然传来儿子愤怒的大吼声 你要离离你的 别带上我 穷鬼 我动了动僵硬的手脚 地板上尖锐的桃瓷碎片 刺入我脚底板 疼 我愣愣地看着儿子那张青春期抱有抱斗的脸 迟钝地意识到 我重生到儿子中考后 我发现朱立杨出轨 坚决要离婚那天 上天是要给我重选一次的机会 手心瞬间回暖 滚烫 心脏也剧烈地跳动起来 我极力地压抑住激动 淡淡地说 我没工作 没收入 法院不会把你判给我的 周立杨一脸震惊 江宁以你什么意思 你不是找了个一月一万的工作吗 我心里冷笑了一声 想起前世 我在公司里偶尔听到同事的八卦 董经理心真黑 帮袁配找工作 又帮他争取抚养权 一键双雕把爱事的人全踢出去 我被他算计了 为了生计 我咬牙忍下屈辱 没去找他对质 可董家不和拆桥 没几天就以我工作能力 和岗位不匹配为由 死退了我 不明真相的人 以为我是关系户 纷纷拍手叫好 那一刻 我白口莫辩 万念俱灰 现在儿子猙獰地冲到面前来 张牙舞爪要挠我 你实在多诡计 我也不跟你 狗屁一万一个月 哪家给保姆这么高的工资 我笑了 笑得心中发寒 在婆婆和周立杨 对儿子从小的灌输下 我这个妈妈 是全家最没用 也最没价值的人 就是一个 值三千块的住家保姆 我抓住她的手 轻轻一甩 似笑非笑 你爸开玩笑呢 他和你董姨经济条件好 你跟他们我放心 儿子顿时愣住了 你董姨也是高素质的人 肯定会对你相亲生的 儿子昂着头 认同极了 那是 董姨和我特别聊得来 他特别理解我 喜欢我 理解你游戏人生 喜欢给你送皮肤 夸你玩得好 将来有出息吗 我懒得辩驳 周立杨却慌了手脚 烦躁地插着腰团团转 姜宁 你不是说等董家再生一个 到时三兄弟关系复杂 不好相处吗 现在你什么意思 他还抱着摆脱我和儿子 过自己的新生活 甚至让我净身出户的美梦呢 我诚恳地道歉 以前是我格局小了 对不起 我相信你会疼小郡 董家也能一碗水端平 周立杨一噎 儿子则一脸算你实相的表情 我淡淡一笑 刷刷几笔 在离婚协议上加了几条 周立杨 你和董家出轨的证据我都有 房车我都不要 我只要八十万现金 我没时间和他们扯皮 只想尽快拿到我能拿到的 再说 过几年 房子可不值钱了 周立杨被我的果爵 打得措手不及 还想试图用儿子来拿捏我 我只淡淡抛出一句 你不是自诩最爱儿子吗 区区财产 还要跟我计较 这是钱是他赌我的话 我倒要看看 当着儿子的面 他要怎么维持他儒雅的假面目 儿子满不在乎的插话道 爸 给他呗 反正你和董一能赚 但协议里要加一条 不允许他探视 咱就当花钱买个清净 周立杨想到了什么 阴沉的一笑 威胁道 将宁已 我知道你恨我 想跟我赌气 这钱我可以出 你别反悔就行 我翻了白眼 直接扯过文件 签上自己名字 你 周立杨下意识要夺我的笔 我朝儿子叹息了一声 俊俊 看来你爸对你 也不是那么的重视 儿子脸色一变 起身质问 爸 你什么意思啊 赶紧让他走 周立杨皱紧眉 还在犹豫 我知道他是舍不得钱 毕竟这是我们家账面 所有的存款 那就别怪我 拿你心上人开刀了 哒 说到我那个工作 我好像听说 也是一个姓董的人介绍的 我语速放得很慢 一字一句 一个没任何工作经验的家庭主妇 却拿到了 贺氏集团设计部主管的offer 我得去找老板问问 周立杨当即脸色一变 打断道 行了 让我考虑几天 我冷笑了一声 怎么 没过门就要问人家意见了 过几天我可就不是这个条件了 我这么说 周立杨当然不好意思 打电话给董家求援 又有儿子在一旁当猪队友 他还是同意了我的条件 我本来想压着他去民政局办手续 谁知董家打来电话说 见红了 两父子再也顾不得我 匆匆离开 背影显得有些狼狈的意味 呵 急了 我可不急 这一世我没有儿子这软肋 董家想再和前世一样 让我带走儿子 换他们一家四口过幸福美满的日子 门都没有 他们一走 我也收拾东西搬出了家 马不停蹄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其实在重生的那一瞬间 我已经想好了职业规划 前世 因为董家 我去了职场 三十多岁 没有任何工作经验 我争不过那些年轻人 落得被人笑话 辞退的下场 再去摆摊 几年后 好多大学生都出来抢饭碗了 他们放得下身段 卖的东西又时尚又好吃 嘴又甜 那时我能在家缝中赚到钱 就是靠努力 比他们去得早 比他们熬得晚 还奔波在一个又一个摊位间 才能卖完当天的食物 回来还要陪儿子复习 检查作业 所以我的身体才败着那么快 现在我有自知之明 也知道利用自己的优势 如果去家政安一圈打拼 我一还算年轻 又是重点大学毕业 二来 带娃家务一把抓 吃苦耐劳 我的缺点马上就会变成优点 我相信能在这行业 打出自己一片天 上一世我在公司时 就听说总经理贺彦林 是单亲爸爸 有个马上读高中的女儿 在公司广而告知 让大家推荐靠谱的高级管家 既能照顾他们父女的生活 又能辅导孩子功课的 他开出的薪水也很可观 只要能通过他的面试 月薪能开出五万 被此退后 我也很心动 想去试试 无奈儿子一听 我要去做保姆 就在家里闹自杀 说我丢人 加上我多少年没有碰过课文了 哪有资格辅导高中生啊 但现在这些都不是问题 我信心满满的 给贺彦林打了个电话 自称是他公司里的人 让我来找他的 他让我介绍一下自己 当年高考我652分 现在的高考试卷 我能保证 不会低于这个分数 我侃侃而谈 心中却不由地泛起了酸 当年我不止学习优秀 进大学后 颜值也是斑花级别的 和周立扬从校服到婚纱 做了十几年家庭主妇 又老又胖 早就不负当初的光彩了 儿子高考后 我也默默拿出了试卷 自己在家考 竟然考出了680分的成绩 每一分都倾注着 我对儿子深深的爱 可他却气如鼻喜 至于辅导风格 到时您可当面考校 这一点我也丝毫不怯场 我儿子那么顽劣 我都能搜上重本 我不信有我带不出的学生 贺总又让我介绍一下 家政方面的经验 我苦笑 做了16年的住家保姆算吗 拿手绝活是单手抱娃炒菜 单手抱娃吃饭 单手抱娃拖地等 还可以睡梦中熟练泡奶 换尿布 必要情况下 还有通宵不睡觉 伺候闹娃 并娃的续航能力 贺总对我逗笑了 江女士很幽默 也听得出来 确实能吃苦耐劳 我也陪着笑 笑出了眼泪 那可不 贺总不要小瞧 在家庭战场出来的女人 贺彦琳对我的初步印象还不错 便约我出来见面相谈 可尽管我们相谈甚欢 她表示还要再斟酌一下 我知道我肯定还是没有 符合她全部的要求 最后 她委婉拒绝 我家是个马上读高一的女儿 要是你有营养师 健康管理 家政服务这些证件 我想更有竞争力 我顿时又燃起了希望 好 希望到时 贺总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挂了电话 我就马不停蹄 报了按摩班 保育班 甚至还有腰膳班 另外 又报了健身班和瑜伽班 500块一个小时的私教课 我也好不手软的报 现在我学会了 在自己身上投资 活到我那个份上就知道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何况 我现在是家庭主妇 花的是周立扬的钱 不花白不花 周立扬很快就停不住了 打电话喊我回去离婚 一到家我就知道 今天会有一场恶障 向来活跃在小区 广场舞团队的婆婆 难得在家 见我回来 马上摔摔打打的抱怨 怎么 为了一点小事 就要罢工 我和小俊不用吃饭啊 儿子却满不在乎的说 他不做就不做呗 奶 这几天咱们点外卖可好吃了 尤其是炸鸡 婆婆一噎 气得脸都歪了 我瞅了儿子那张 痘痘暴农的脸 心里再也起不了一丝涟漪 家里碗槽里都发出臭味 垃圾桶都满的药液出来 我是二不见 擦了擦凳子上的灰自雇坐下来 调侃 妈 你还是留着精力 去调教你新喜子去吧 给你们做了十多年的饭了 离婚这天 你也不放过呀 婆婆气得扔掉妈布 咬牙切齿地指着我骂 将你已 难怪小俊不愿意跟你 斤斤计较 全是负能量 我淡淡地说道 我就没想要抚养权 周立扬出轨 你 你 看你的半天 就是没你出个所以然来 最后垂胸顿竹地骂 造孽 将你已 你这是迁怒 迁怒啊 咱们小俊是无辜的 你就不怕他将来不认你 不给你养老 任我骨灰和的事 他都干得出来 不认我 不给我养老算什么 我心冰冷 闻思不动地回击道 妈 多谢你们这么多年来 在他面前诋毁我 贬低我 你们都是好人 就我一坏人 现在如你们的意 我决定做孤家寡人了 这孙子 我白送 凉酒 紧闭的房间门才 缓缓打开 周丽阳扶着 还未显怀的董家出来 婆婆赶忙迎上去 嘴里念叨着 哎哟 小心点我的乖孙 可千万不能再出意外了 儿子看不惯婆婆 这副小心样 不爽的摔了手机 奶 你又不是没孙子 再说才这么大点 谁知道是男是女 董家轻轻一笑 娇称道 小俊 阿姨去香港查血了 是个男娃 周丽阳轻斥道 谁让你这么跟董阿姨说话的 以后别在家横冲直撞了 婆婆马上附和道 小俊阿 你要好好爱护小弟弟阿 快快 把这边的东西捡一捡 儿子狠狠踢了一下茶几 转身就走 谁爱捡谁捡 怪的你 随后进房 重重关上房门 周丽阳气的脸胀红 眼里闪过一抹失望 婆婆赶紧讨好董家 她还是小孩子 等会我说她两句 她就是一下子接受不了 你们感情好 她会理解的 董家眼圈红红地点点头 委屈地坐下来 可只有我瞧见了 儿子转身时 瞅着董家的肚子 那极度阴狠的一撇 前世 没等到董家眼出是男士女 我就带着儿子走了 就是怕他看见他爸他奶 这副有了新欢的嘴脸 我知道儿子一向自大自私 又为我独尊 肯定接受不了 再来一个争宠的弟弟 离婚时 我顾念着他还小 不忍心戳破他的美梦 毕竟有我扛着家里 各种糟心事 婆婆在他眼里 是个潇洒前卫的漂亮奶奶 还能跟老年广场舞团去商演 爸爸如家好脾气能赚钱 对他有求必应 现在 思啊 要难看 大家一起难看 凭什么只我一个人 顶着所有委屈和血泪 细看够了 我悠哉地看向周立阳 浩正以霞地问 财产问题上次已经谈妥了 择日不如撞日 现在去民政局 董家在旁边淡淡地说 嫂子 哪有夫妻离婚 不谈孩子 谈财产的 我挑了挑眉 看向周立阳和儿子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以为大家早就达成共识了 董小姐是什么意思 董家甘笑了几声 违心地说道 我当然想小俊留下来 阿姨和丽阳也受不得 只是作为女人 私心里肯定是希望孩子跟自己的 我真没想到 嫂子会这么放心 放心 这是要威胁我 我不带走儿子 她会苛待 我毫不在意地白白手 你带着一个女儿 也不是没经验的小姑娘 把孩子交给你 我当然放心 董家惊诧地看向周立阳 周立阳微不可查地 朝他无奈摇头 我懂了 今天是董家不相信 我真的不想要抚养权 特地过来试探我的 这时儿子出来捣水 虽然装得挺真 但我知道 他一定竖着耳朵 听着我们谈判 董家瞄了一眼他 看着我意味深长地说 嫂子 咱们都是李毅带娃 恕我直言 孩子跟妈还是好点 当年我带着女儿 也很辛苦 但还是咬牙挺下来了 我倒不是标榜什么 只是父亲到底还是粗心了些 小俊还是你从小拉扯大的 你真舍得 我还没说话呢 儿子气势汹汹走过来了 董家一脸变腻 他本意是想挑唆 我和儿子的关系 试探我的底线 却不知道 这几句话 触犯了儿子的利益 儿子因为没跟他爸 不幸福有钱的日子 连我这个亲妈 他都恨不得错骨扬灰 何况是董家呢 果然 儿子变本加厉的吼道 你把你女儿带进来吃香喝辣 却要赶我出去吃苦 你存的什么心啊 你再这样 我可不帮你了 他梗着脖子 像是逮着董家的一个大把柄 我却差点要被逗得笑出来 我的傻儿子 以前董家哄着你 供着你 因为自己是李易带着娃 能不低声下气吗 现在他有肚子里的肿磅身 底气可足呢 董家强忍着难堪 也不好现在撕破脸皮 讨好道 小俊 董姨哪是赶你啊 喜欢你还来不及呢 我这不是担心 以后你妈不疼你吗 儿子嫌弃的看我了一眼 切 我有你们喜欢 我们疼就行了 少他一个不少 董家听后挑衅的看向我 我却无所谓朝他怂怂肩 激将法 没用 我甚至还朝他竖起大拇指 董小姐这么成功的后马 我还是第一次见 佩服佩服 周丽阳忍无可忍站起身 够了 江宁怡 我今天才知道 你这么狠心 还阴阳怪气 不就是不要儿子 要钱吗 我成全你 婆婆也指着我骂 你可想清楚了呀 一出这个门 以后你跟小军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到时你跪下来 求我也没用 看着一家人气急败坏的模样 我心里爽得飞起 现在轮到你们无能狂怒 满身负能量了 董家到底还是不甘愿 倒嘴的鸭子飞了 不甘的说 他一个全职太太 没赚一分钱 凭什么分这么多 以后咱们三个孩子要养 他倒好 拍拍屁股 去过潇洒的日子 我只看着周丽阳 但笑不语 他脸色难看 把董家扯到一边解释了起来 董家却是气势汹汹走到我面前 怎么 你还想告我 我是公司元老 顶多就是把官不严 我还要告你简历作假呢 我也从头到尾 没写过什么简历 董家不过是想欺负我 没门路 没社会经验恐吓我 没门 我慢条斯理掏出手机 那我得找贺总好好说说 我这工作的来龙去卖了 一个小三 竟然大度到给原配走后门 贺总对这样的下属 可要好好的奖励 见董家嘴角勤着冷笑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我慢悠悠爆出了贺燕林的手机号码 1314587 他终于脸色一变 大吼一声 够了 懒得和你争 我才懒得和他争呢 一路忍到拿到红本本 我才富而过去 一字一句地说道 董家 你可得好好珍惜 你赫视集团人士总监的职位啊 他气得嘴唇颤抖 双眼愤恨地瞪着我 我轻声一笑 扬长而去 儿子看都没看我一眼 一家人和和美美地围在一起 很好 既然董家擅长收满人心 我倒要看看 我那不成气的儿子 和公寓心记得他 到底谁更生一筹 离婚后 我回到公寓 每每泡了的澡 躲在松软的大床上 用力翻滚了 几个来回 只差要尖叫 这才叫人生啊 之后 我每天奔波在 培训和健身的路上 精力充沛 精神饱满 走在路上 闻着风声都是甜的 有了这八十万现金 足够让我变得优秀 走向金牌管家的道路 谁说做阿姨不能成功 丢人 我偏要做大做强 给他们看看 见到年轻高大壮硕的 私人健身教练 瞬间激起我久违的荷尔蒙 在测身体数据的时候 我深深为自己 乘客累累的身体愧疚 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好好对待过自己 只短短一周 因为基数大 我直接瘦了15斤 我早就在人生的谷底 每一份改变 都让人看到进步和希望 如同成绩老叔换新牙 我又找回了当年 我考上大学时的兴奋 即将毕业的豪情壮志 我要以最好的状态 最强的实力 去迎接我的第一场面试 只用了两个月 我不只拿到了 营养师和家政管理的证件 健身和塑形的效果也非常好 我的健身服务 在这两个月中 换了四个尺码 健身房的管理 刚好要扩大规模 跟我商量 想用我的个人形象 给公司打广告 江小姐的改变 实在是太大了 刚好符合我们这一期 绝望嘱咐推变机的主题 我们想用您的照片 视频做宣传 另外还希望你能配合我们 拍些广告片 我淡淡一笑 5万 负责人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似乎没有料到 我会提到报酬 他为难地说 公司确实没有这笔资金安排 要不 我和你教练商量一下 送你30个小时私教课怎么样 那很抱歉啊 这个价已经报得很低了 我毫无商量余地说 见我要走 负责人忙拦住我 陪笑 江女士 再谈谈 送50个小时 就当是看在许教练的面上 我一把甩开他 脸色一板 冷冷地说 你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哈 当我没见过男人 还是咋 这健身房 确实不乏有中产太太 过来聊教练和学员的 但我没这个先情意志 他一愣 知道我确实没那个意思 连忙向我道歉 几天后 5万块打到我的账户 可我没想到 广告一发 健身房业绩暴涨 贺燕林竟然也成了这里的客户 我们在休息区相遇 他上下打亮着我 眼里是掩饰不住的欣赏 看到广告 我就觉得挺像你 没想到 真是 我大方弟笑笑 顺便向他汇报我考证的成果 他点头表示认可 好 快开学了 到时我约你上门面试 巧合的是 他也选择了许教练 碰面的时间多了 我们也熟软了起来 对这位未来的雇主 我也是不宜于弟弟刷好感 争取多加点印象分 贺燕林 是我未来家政事业最好的跳板 我一定要得到这份高薪的工作 一来二去的 我也知道了贺燕林的家庭情况 他和前妻都是事业强人型 前妻自从去香港经营分公司 两人就聚少离多 感情疏远 后来在那边站稳脚后 想定居香港 可贺燕林舍不得这边的事业 两人拉扯了几年 今年终于还是离婚了 孩子归他 贺燕林笑道 我们两人要是有一个 能像江小姐这样 把重心放在家里 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我苦笑 我前夫要是不犯原则错误 我苦点累点也甘愿 贺燕林忍君不禁 看来好男人好女人都在别人家 这话题再说下去 就有点暧昧了 我正色道 其实贺先生的婚姻是观念不合 缘分尽了 没有对错 而我要是独立强势一点 也不至于被人这么欺负 总之 展望未来吧 那天 我们聊得挺深入 贺燕林看我的目光 越来越认可 欣赏 徐教练私下里问过我 贺燕林与我走得近 很是关注我 是不是想追求我 我笑得不可自已 像贺燕林这种 力尽千番 精英型的利己主义者 他的选择太多了 与其说 他对我有好感 不如说他在考察我 看我是否有伤位者之心 我知道 这种成功商人 对身边亲近的下属 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我干食品脑白金 都不会有这样的野心 何况都死过一回了 我不会再对男人 这种生物暴露任何奢望 这一世 我只想潇洒夺火一回 男人甭爱哀鞭 就在我生活 一步一步走向美好的时候 没想到麻烦还是找上我 那天我和许教练一起下楼 就被前婆婆陈飞荣 揪住了头发 商业街 人来人往 正是下班后 人流最汹涌的时候 他大声谩骂 姜姨姨 难怪你不要孩子 感情是拿着立杨的钱包 杨小白脸 你个当父 我一把甩开他 毫不客气地回击 陈阿姨 你儿子出轨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管得太宽了吧 围观的人顿时指指点点 这让陈飞荣很下不来台 他转转眼珠 朝我儿子拼命使眼色 杨生说 我是带小俊来看你 你这妈是怎么当的 就算离了婚 也不能不管儿子 我冷声道 我怎么不管了 每个月的抚养费 我不是按时打点你们吗 陈飞荣垂胸顿足大叫 像托腹一样 那点钱够干什么 你必须每周来家里 一趟陪陪孩子呀 你有时间勾搭男人 就不能关心一下你儿子吗 老太太这话 一下子博得了周围人的同情 他更加来劲了 拓沫横飞向周边人诉说 我多么自私自利 抛家气子 风骚浪荡 徐教练实在看不过眼了 一把扯住他 老太太 跟我道歉 不然我要告你诽谤 我却是晚必 看向一直低着头的儿子 字字珠心 陈阿姨 几天不见 你怎么变得像泼妇了 别忘了 你可是自诩 最前卫洒脱的奶奶 还是歌舞团的领舞 别做这么没素质的事 像我儿子这种 极度自私要爱面子的人 怎么可能会 帮他奶奶演戏薄 众人同情呢 他脸色难看 扯着陈飞荣就要走 奶奶 干嘛来看他的脸色 他现在不管我 总有老的一天 随后不服气 还朝我挑衅道 切 你得意什么 长大了 我可不会认你 你老了 病了倒在床上 我把你养气管 围观的人群一片虚声 局势瞬间扭转 陈飞荣嘴都气歪了 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我强忍着笑意 我这傻儿子啊 定是没看见 才几天 他奶奶就苍老憔悴了许多 要不是实在扛不下去了 怎么会厚脸皮来这堵我 让我回去照顾儿子呢 看着儿子坚定离去的脚步 我目光久久凝在他背影上 儿子 你可要一直 一如既往啊 随后 我跟教练道了歉 他一脸便秘地看着我 折指 那是你儿子 我平静地点头 嗯 亲的 他满脸不解 又哑口无言 我淡淡一笑 与他告别 这没什么 经历过一遍 我深深地知道 纵然亲情是大爱无私的 但你不能否认 这世上不缺狠心的妈 也不缺白眼狼的儿子 前世若不是看到了最后 我真不知道 我含辛如苦手把手养大的儿子 竟然这么恨我 以前他每次伤我心 我都会安慰自己 他还小 不懂事 我多交交 他会改变的 可是我把在多道里揉碎了 呆烂了 未进他嘴里 他还是看不到别人的付出 学不会感恩 他继承了周嘉仁骨子里的冷血 自私自利 甚至还更加猖狂到 装多懒的装一下 我以为他们会就此消停 可先是贺燕林旁敲侧击问我 上一段婚姻关系 是否处理妥当 若是有困难 可以找他帮忙 我心中一凉 瞬间想到他 肯定是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了 随后 就是周立阳第二天 就找到我的培训班 他看到我 先是惊意不定地打量一番 江宁已 真是你 确定后 便目光呆滞 只勾勾地看着我 那恶心的目光 在我身上流连 蹦射出惊喜 我轻轻服了服 一百不存在的灰尘 冷笑了一声 他这才收回目光 阴阳怪气地说道 难怪你不要儿子 离婚证和你一把 是不是早就勾搭外面的男人了 被害妄想证了 去精神科看了没 我冷吃了一声 他又酸溜溜地说 你瘦下来还挺美 竟然还勾搭上贺总了 不过 人家可看不上你这种老女人 人公司里喜欢他的女人 可多了去了 我确定 在赫燕林面前 说三道四的就是他了 我一把将他扯到角落 一声问 周立阳 你到底想干什么 干什么 坏你好事呗 你把儿子丢给我自己潇洒 没门 我深深吸了口气 不想浪费情绪 在这种人身上 说吧 你们轮番来找我 要我做什么 周立阳这才一负得成的模样 只高气阳地说 跟我回家一趟 有事要和你商量 你当离婚事系 我跟你回哪门子的家 我被气笑了 周立阳早有准备 他出手机 给我看了一段视频 画面里传来女人尖锐刺耳的尖叫 你滚 你个混账 你死在外面别回来了 我眼瞳一缩 躲过手机 视频里是周家客厅 此时一片狼藉 孩子在沙发上撕心裂肺地哭着 体型臃肿的女人 却不管不顾 揪着男人的头发 一边推嗓着 往门外走一边叫骂 点燃像个疯陀子 男人好脾气地讨饶 老婆 老婆 我错了 但我看到孩子好不好 他都哭伤了 滚 别回来 我们娘俩死了 也不用你管 我看不下去了 浑身哆嗦 手脚发凉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装了监控 我吼道 周立阳却老神在在地说 江宁已 你发疯崩溃 丑陋的视频 我这里有太多了 你说我要是把这些视频 发给贺总看 他还会对你有好感 我狠狠地闭了闭眼睛 然后道 好 我倒要看看 你们到底能恶心到什么地步 上了周立阳的车 我一言不发 默默看向窗外 我以为重活一回 很多东西我都忘了 不在乎了 可是 看到过去的血泪 我还是止不住地颤抖 墨落到不敢直视 别人看的视频 只会觉得这女人粗鲁 不修边幅 冷血不管孩子 还不讲道理 没素质 可他们不知道 但是儿子五岁的时候 得了肺炎 婆婆帮着照顾了一天 就找借口出去跳舞 周立阳忙生意 我一天几十个电话 都呼叫不回来 我一个人没日没夜 照顾咳嗽不停的儿子 跑医院 卑微地求人 被医生护士呵斥 晚上都不能咪一下 随时提心吊胆 怕儿子咳地绝过去 到第四天 周立阳终于回来了 我的情绪一下子崩溃 爆发 才出现视频里的那一幕 可这该死的混蛋 原来早就装了监控 我活在水深火热中 他却默默偷窥 装作不知道 暗戳戳地藏着我狼狈不堪的视频 到今天作为威胁我的戾气 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他岂只是出轨这桩罪 我气到浑身都在打哆嗦 止不住的抽搐 周立阳却突然摸到我大腿 车厢里传来他油腻虚伪的声音 老婆 你回来吧 你走了后我才明白 这个家没你是真不行 我强忍得恶心问 那董家呢 他用力掐了掐我的腿肉 反正娃还小 他年纪大了 坐态不稳 我们现在还没领结婚证呢 我再也忍不住了 狠狠甩了他一巴掌 人渣 到了周家 进门就是一股扑面而来的闷臭味 儿子和一个与他同龄的少女 正双排玩着王者 少女不是捧着儿子的臭脚 野王哥哥你好厉害呀 以后玩都要带我哦 那是 我在冲国服了 厉害吧 陈飞荣见我来了 故意大声说 呀 小军和小新真投缘啊 就像亲兄妹一样 董家在沙发上磕瓜子 一边催着陈飞荣 妈 这太乱了 下不去搅了洞 陈飞荣累得哼唧了一声 将妈不一甩 坐了下来 命令到 将领椅 以后你每周来家里搞一次卫生 备好一周的菜 小军的抚养费 就不用你出了 董家笑应的说道 听说姐姐想应聘贺总的保姆啊 他半年前就开始找人了 没一个瞧得上的 你这么做吃山空也不行呀 儿子放下手机 满脸嫌弃 真是没点出息 我还以为你离婚后能点改变呢 没想到还是去给人做保姆 周立扬在路上被我扫了面子 故意刺激我道 你就当是为了儿子 回来做点事 我们要求也不多呀 一周只来一次就行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一家子人 这是想积聚免费 来压榨我的牢里 陈飞荣不甘不愿的说 一个月就来四回 一千块你不亏 是啊 比起以前一天二十四小时待机 带娃做饭操持家务一把抓 这一千块确实还是便宜我了 我没反驳 只顾作疑惑的问 你们三千块请的保姆不行吗 陈飞荣眼神闪躲 儿子却是大大咧咧的说 都花了七八个了 做事不行 这不干那不干的 真不知道有保姆有什么好拽的 我忍着火气问道 周俊啊 你请妈妈回来当保姆 伺候你爸和后妈一家子 你有没有想过妈妈的感受 他却蛮不在乎的说 反正你都要做保姆 就在家里做呗 至少没人笑话你 别出去丢人 我撩了撩头发 我这个能写自私的儿子 还真是从不让我失望啊 我叹息了一声 可我现在的身价 你们请不起 什么时候愿意出五万一个月了 我肯定回来 董家吃笑我不自量力 儿子却是瞪大眼 你值这么多 周立杨威写道 就算你应聘上了 你也干不了 我倾笑 那拭目以待 言毙 我也不说废话了 转身就走 这里不仅屋子脏 人也脏 瞧着吧 一堆烂人 家庭大战迟早得爆发 而我也决定不再手软了 知道周立杨保存了好多监控视频 我决定主动约赫燕林出来 好好谈谈 不过 是在正式面试过后 我必须要让她先看到我的实力 再来权衡 那天面试的阿姨一共有十位 其中不乏年轻漂亮的 甚至有能说五国语言的留学生 我真庆幸自己 没有做事干净利落 不怕脏 不怕累 比我年长的 没我的学历和学识 再加上我心无挂碍 没有拖累 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配合度比所有人都高 贺燕林明显主义我 再加上辅导功课 贺田田直言 我比他们老师讲得更通俗一懂 精彩趣味 爸爸 这家阿姨吧 他每一科都好厉害 一个人顶好几个 贺燕林没当场答复 只说让我们回去等消息 第二天 我们在健身房碰面 我约他结束后一起吃饭 期间我特意点了一瓶红酒 酒壮人胆 我才深吸了一口气问 他是不是看到了一些我的视频 董经理确实多发了一些 但我想听听你的说法 果然如此 我闷了一杯酒 才尽量用客观的态度 讲述十几年来 我在周家的血泪时 爱美 自私 喜欢用小恩小会笼络儿子 贬低我的婆婆 伪善 逃避责任 喜欢标榜自己打压妻子的老公 从小大男子主义 自私自利 看不起妈妈的儿子 可以说 十几年的婚姻 我活得像个伤痕累累的困兽 只懂得无能的嘶吼 讨笑 崩溃 我抹掉眼泪 看着贺燕林苦笑 虽然可怜又可笑 但曾经的我 确实糟糕透顶 我没办法逃避 贺燕林是个良好的倾听者 他默默地给我他的手帕 把酒给我换成了茶 我知道 这是他一直以来 所受教养下的绅士行为 我感谢他 给了我申诉的机会 多年来的心酸 疲惫 让我泣不成声 我足足哭了十分钟 才能正常谈话 我不知道 最后贺燕林是否接受 理解我的说辞 但被他们逼到这个份上 我也不会让董家好过 于是我收拾心情 咬牙立声说 贺先生 我知道 现在当小三 不是企业衡量员工的标准 但董家先是以公募司算计我 现在 又见不得我好 侵犯我隐私权 企图逼迫我回去 给他们一家做老妈子 贺先生可以不用我 但也请您慎重考虑一下 董家此人的品性 我深吸了口气 除了那个offer 我又拿出董家和周立扬出轨的聊天记录 其中设计董家为了讨周立扬欢心 贿赂氏集团采购不负责人 违规使用周立扬代理的产品 这是源头产品供应商的价目表 周立扬作为贴牌的三级分销商 董家这么一通操作 贺总您这一年来 无形中至少多支出300万的成本 贺燕林拿过资料看了一眼 便轻轻放下了 他手指轻敲着桌面 目光锐利 突然问 江宁宇 当初你跟我自见 一股激愤涌了上来 贺先生 我理解您对我的误解 但我要说的是 首先 我接受且尊重我这份职业 它是我慎重考虑后的人生规划 也为此付出了汗水和努力 其次 我和周立扬董家的恩怨 离婚那一刻 在我这里就结束了 若不是他们这么逼我 您不会听到今天这番话 贺燕林审视我良久 突然调侃地问 纵然我每年亏损几百万 我想了想 还是诚实地回报 是 我不会说 爱谁谁吧 我只是个猛得维护自己权益的女人 不是正义使者 周立扬他们不来惹我 我又何必给自己树敌 毕竟断人财路 如杀人父母 再说 贺氏集团每年亏损几百万 是自己内部管理疏漏 贺燕林用人不当 所以 贺先生现在也不用感谢我 贺燕林哑然失笑 你别紧张 这件事本来就与你无关 也是 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 他格局怎么会这么小呢 我笑笑 只要贺先生不误解我就好 事情我了解清楚了 感谢江小姐的坦诚 贺燕林用这句话作为结尾 我仍心中忐忑 毕竟没有哪个雇主 会用一个情绪不稳定 容易崩溃暴躁的住家管家 但我并没有气馁 因为我早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 当晚 我就开始精心准备简历 投给个大知名的家政公司 我不会把希望 直接拖在一个人身上的 贺燕林的报复 来得又快又狠 先是董家被辞退 还收到公司的律师函 让他补偿在位期间 以全眸私造成的损失 我这才知道 他用人是经理的身份 用人为亲的 其实我一个 牵线贿赂赂的 也不止周立扬这一桩 光是赔偿金 就能掏光董家的牢底 甚至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周立扬也理所当然的 被剔除了供应商的资格 不过 罪责主要在董家身上 不至于动了他生意的根基 董家灰溜溜回周家养胎 我却意外收到贺燕林的录取通知 为了表达对我误解的歉意 他主动给我月薪加了一万 所以我现在收入是六万一个月 但此时我反倒犹豫了 这么心思深沉的雇主 我真能干好吗 可这老狐狸却主动推销自己 宁已 薪水我给的可能不是最高的 但我家的人际关系 绝对是你能找到的最简单的 这点我确实无法拒绝 对我这种出入行的菜鸟 赫燕林这种单亲爸爸家庭 绝对是最好的服务对象 而我 当然也为了赫燕林失望 我的知根知底 实力 还有上进积极的心态 都让他放心 保安通知我 说有一家子人在外吵吵闹闹要见我 这时我庆幸 我选择了赫燕林作为服务对象 他白天上班 甜甜上学 中午我给他送过了饭 下午的时间我可以零活安排 正好可以好好的会一会周家人 我特地穿上了名牌衣服鞋子 还背上了LV的包 现在的我根本就不缺钱花 由于赫家的事都是我在处理 我加入了业主委员会 认识了很多太太 还有他们家的阿姨 有了资源 我介绍成功几单生意 然后用离婚的钱 入股了一家小型的家政公司 现在这个别墅群 有很多都是我的客户 这些我都没有瞒着赫燕林 他也支持我自己创业 只要不影响我的工作 早在三个月试用期后 甜甜学习成绩有了大幅提升 他就主动修改合同 把我的服务期限改成10年 他不怕我跑 这种互相信赖的关系 也让我做得非常的开心和卖力 刚到门外 保安队长马上迎了过来 江小姐 有人自称是你儿子 非要吵着进来找你 我表示了歉意 走向周家这一大家子 周丽阳热情朝我走来 老婆 他朝我打量一番 犹豫换了一句 我冷笑了一声 你还没睡醒吧 他虚伪一笑 推了推我儿子 快 小俊 叫妈 儿子七七爱爱的走上来 满眼不可置信 你 真是我妈 我看向儿子 他整个人虚泡了一圈 眼下是浓重的黑眼圈 脸上油乎乎的 像是几天没洗 衣服也是皱皱巴巴 显得人很没精神气 我不说话 他便皱着眉嘟囔 你不是在给有钱人做保姆吗 我纠正道 是高级管家 你也大了 眼界也要放宽点 与时俱进了 董家摸着显怀的肚子 酸溜溜的说 大姐 听说你现在一个月六万 比很多高管工资都高呢 陈飞龙倒吸了口中凉气 提高嗓门六万 这时保安队长朝董家说 你看起来比江小姐多大十岁 大姐你也喊得出来啊 我不吃一笑 董家摸了摸脸 看看我 感动不敢言 没了高管的光环 没有积蓄 他早就没有嚣张的资格了 陈飞龙双眼瞪大 一个剑步冲上前 奸生说 你每个月六万 就只给一千块抚养费 这不成 至少给我们五万 给你一个女人 留一万块钱顶天了 那理所当然的态度 让我忍不住笑出声 我头一次知道 打压了我十几年的婆婆 原来骨子里是这么无知 贪婪 你不会以为我曾做过你媳妇 你短暂的拿捏过我 就可以掌控我的人生吧 你 他被我噎住了 眼睛呼噜一转 拽着我儿子蛮横的说 还有小俊呢 就算离婚了 你也是小俊的妈 你赚个钱 不给儿子给谁 我似笑非笑的打量我儿子 他虽然嫌弃我 但也知道没丑 好坏了 眼神都不敢直视我 甚至有些色缩 躲到陈飞龙身后 才小声附和一句 你把钱给奶奶保管 以后我还认你 我冷声道 不用 我已经不是你妈了 他一愣 心有脑的切了一声 竟然骂道 你神气什么呀 六万一个月的保姆 当别人傻子 你是被人包养了吧 我才不稀罕用你的脏钱 这孩子是真的没救了 周立扬摸了摸鼻子 讨好的说 命已 你别多想 小俊这山地里夸你漂亮呢 我以前都不知道 你这么厉害 我懒得和他们扯 看向陈飞龙 我赚的钱 和你们一毛钱的关系 离婚协议上显明 不准许我探视 你也别拿小俊来威胁我 又对周立扬警告道 还有你 别来我面前恶心我 上次车里一巴掌 还嫌不够疼吗 董家脸色一变 揪起周立扬的耳朵 闭声问 你什么意思啊 看你前妻有钱了 变漂亮了 后悔了 你害得我工作都没了 想抛弃我 没门 周立扬赶紧胡同解释 陈飞龙看我完全没商量的余地 拉着我儿子往我面前一推 不给钱 就把小俊带走 你甭想一个人好过 我们不管了 这就是跟我耍赖了 我好笑的看向周俊 怎么 这也是你们商案好的 他脸色难看 眼珠子转了几圈 突然拉着我的手哭了起来 妈 我跟你 爸和奶奶根本就不疼我 只喜欢董姨肚子里的弟弟 等他生出来 我肯定没好日子过 我沉默地盯着他 静静看他演戏 他狠狠抹了抹眼泪 指着董家立生说 妈 他是个坏女人 背着奶和爸去嫌弃我 骂我 有什么好吃的 只给他自己女儿 还偷偷给他女儿零花钱 我在家里过得好惨啊 周俊 你变了 我好笑地看着他 他一脸懵地看着我 变得会演戏了 可我还是更喜欢 你前你有骨气的样子 别让我看不起你 被我戳破 他脸色胀红 拉着我的手也松开了 但嘴里却仍不甘心地喊道 妈妈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我懒得理会他 转身对保安队长说道 报警吧 他们是来讹诈我的 我冷声警告道 别再拿周俊来威胁我 你们拿离婚协议当儿戏呢 再逼我 我会让周立扬的小公司 都开不下去 周立扬顿时冒一头的冷汗 董家的事 是你搞的鬼 我轻慢一笑 他一身漏洞 还需要我搞鬼吗 周立扬 你就以为你能干净到哪去 周立扬咬牙切齿地指着我 将领你 你好样的 我看你能风光得意到啥时候 看保安队长已经报警了 他赶紧拉着一家人离开 周俊目的没达到 还被我戳破脸面 突然冲过来狠狠推了我一把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去死吧 我真的不认你了 求之不得 一个臭保姆而已 给爸提鞋的不配 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 恶心 我一时不察 高跟鞋一崴 来到了脚 一阵尖锐的刺痛传来 我咬牙强忍着 绝情地说道 只要你别凑上来 就不会看到我 一家人愤愤然离去 虽然我早就决定放弃儿子 但今天才深刻认识到 原来他是那个家里 被涂涂最深的一个 从小的耳濡目染 他对我的嫌弃 是鸣刻在了骨子里 刚才都哭诉 不过是觉得有利可图 一看被识破 马上就变了一副嘴脸 这些谩骂 才是他的真心话 我只能说 陈飞荣和周丽阳从小的教育 太成功了 不过他话里那些 对董家的指责 应该没说谎 我就等着 这个二婚复杂的家庭矛盾 彻底爆发的那一天 贺燕林回来听说了这事 沉引了一回 要不要我出手教训一下周丽阳 他是圈中大佬 占据着食物链顶端 是大甲方 只要在行业内说句话 周丽阳一个二三线的分销商 绝对活不下去 我摇了摇头 算了 到底是孩子吧 何况 真把他搞垮了 我就要接手周丽那个胖手山芋 我可没那么傻 他点点头 贴心询问我腿伤情况 伤得怎么样 要不要喊家庭医生来看看 我赶紧说道 没事 小孩手尽小 不影响 我还怕他怪罪我前一副家来闹事呢 田田在旁边突然语出惊人 爸爸 你喜欢江一吧 其实我也觉得 江一比外面那些妖艳见火好 贺燕林笑笑 往他头上敲了个暴速 却没有否认 我大害 赶紧转移了话题 和贺燕林在一起 呵呵 还是算了吧 这老狐狸 精子一亿 周家消停了一段时间 暑假我陪田田去了一趟国外度假 回来就听到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 董家流产了 周俊也停学 进了少管所 而周立扬的生意也被董家报复 搞得做不下去 一家子现在坐吃山空 每日都闹得鸡飞狗跳的 董家实在没办法了 来求贺燕林想再回公司 我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随着他肚子越来越大 对儿子周俊也没以前那么伤心讨好 他女儿和周俊因为游戏吵架 他在中间难免两头不讨好 家里鸡飞狗跳 陈飞荣和周立扬的解决办法 就是出去躲清闲 没人盯着董家 他偏心自己女儿 越发惹得周俊不满 事件导火索 使家里经济紧张 董家没满足周俊要点外卖 买皮肤的要求 他一气之下便想报复 趁着那天董家去医院产检 竟然欺负了董家的女儿 董家回来 气急败坏和周俊扭打了起来 周俊早就痛恨这个还没出生 就跟他争宠的弟弟 故意踹了董家的肚子 致他流产 陈飞龙和周立扬赶紧回来善后 可晚了 董家不止没了儿子 女儿也哭着要离家出走 他气疯了 非要报警抓周俊不可 小儿子已经没了 周立扬当然是站在周俊那边 威胁说董家要是报警 他就离婚 这对昔日用尽手段 也要在一起恩爱眷侣 彻底撕破脸成了仇人 董家与死网破 如愿把周俊送到少管所 他咬牙切齿 恨恨地说道 他毁了我女儿一辈子 我也要让他一辈子有案底 贺彦霖顾念着他到底是公司元老 还有他女儿的遭遇上 给他介绍了一份普通职员的工作 可他转头就恶狠狠地瞪着我 都是你 江宁已 要是你当初把周俊带走 我和丽阳也不会这样 我女儿也不会被欺负 你这个狠心的妈妈 他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 周俊犯的罪 最有法律来惩罚 但你呢 我极为看不起他 彼仪的说道 当初你为了嫁给周立阳 是以你女儿讨好他们一家 尤其是周俊 少男少女 同处一屋檐 青春期躁动 你身为母亲 有想过保护自己女儿吗 我真为你女儿感到悲哀 他被我说的一个亮腔 我上前一步 咄咄逼人的质问 我什么 我就应该被你玩弄于鼓掌 为你扫清障碍 让你过清爽的日子 他惊骇地瞪着我 一下子像是被人抓包的小偷 脸色青红交错 贺燕林一直坐壁上官 此时眼中闪过因果失望 摇了摇头 董家 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 你到现在还觉得是别人的错 不得不说 你人品堪忧 他当即就要收回举荐 我却摇了摇头 算了 就当是给我儿子赎罪吧 董家在惨我不同情 只是他离了婚 又没了工作 他女儿怎么办 不要你家好心 董家丝毫不悔改 怨恨地瞪了我一眼 狼狈地离开了 我在房间静坐了很久 直到贺燕林敲门走了进来 担心你儿子 他关切地问 我朝他恍惚地笑笑 摇头 不是 我甚至觉得这个结局挺好 他讶异地挑挑眉 我也不在乎他会怎么看我 直白地说 若是我争取抚养权 我想 今天我的结局会比董家还凄惨 至少他还有命在 贺燕林审视了我一会 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突然问 命以 甜甜的建议你觉得怎么样 我只愣了一秒就知道 他是什么意思 随后便调侃地问 贺先生这是不想再支付 六万元每月的保姆费了吗 贺燕林啼笑皆非 无奈地摇头 当然 身家上亿的他 怎会在乎这个 只是根据他之前说的离婚原因 我猜他应该是想找一个 以家族为重的妻子 但我不是 我已有自己的事业 做他的管家 只是我的职业规划的开始 命以 咱们两个老狐狸 要想往前走出一步 真的很艰难吧 贺燕林叹息一声 遗憾地开口 我回忆默认 这么久以来 贺燕林对我的好感 宽容 体贴 还有不停的小试探 我都看在眼里 但如他所说 我们的关系 要想往前走一步 真的很难 我才从保姆班的婚姻脱离出来 不可能再以保姆的身份跳进去 算了 实在不行 就拍拍屁股 付上巨额违约金走人呗 收拾情绪 我于情于理 去少管所见了周骏 他受了很多 眉宇间少了力气 多了颓废 整个人呆呆愣愣的 嘴角手臂隐约可见亲子的伤痕 可见没少在这里 经受社会的毒打 看见我 他情不自禁地朝我靠近 眼里泛出泪花和狂喜的神色 手在要碰到我时 又胆怯地缩了回去 我默然地看着他 虽然可怜 但现在这张脸 却比以前油腻的样子 要顺眼许多 妈 他轻唤了一声 显得格外的举措和不安 好像流浪的小狗 好不容易等到主人 又怕被人嫌弃 我错了 你骂我吧 他深深低下了头 双手使劲地搅着 我内心没起一丝波澜 淡淡地说道 不骂 也不管 你不值 他泪水瞬间就流下来了 妈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今天才知道 只有你最爱我 都是奶奶和爸爸的错 老在我面前说你坏话 我没想不要你的妈妈 我轻笑出声 他抬起了眼 不解地看着我 我是去笑出了眼泪 周俊啊周俊 你真是有奶就是娘啊 你爸虽然是个魂球 人渣 可他到底为了你和董家对抗过呀 我失望至极的摇头 不得不承认 我生的这个儿子 天生就是涨了一副狼心狗肺 好好改造吧 我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开 这样的结局 可以告为前世含怨而死的江宁蚁了 那些限制我半生的条条框框 彻底被我挣脱 今天的江宁蚁 不具未来